十两号华欣子 你好小伙 你是中医世家 中医需要新火相传的 但我一丁点都不懂中医 你感觉可以吗 我妈是喜欢找一个 就是我在前面能坐枕 像我们家这样的 我爸说是 我爸能开放抓药 也能针记住 然后让我妈直接给后台 直接把抓药抓了 把钱结了 我不喜欢这个 我不太喜欢这个结构 我觉得我的女朋友 将来 将来只要是理财这方面 优秀一点就好了 不需要会抓药药 因为活我来干 但是你的头脑必须要好使 钱好好打理打理 就可以了 女朋友只要把理财 证明白就行 是不是这一段 对对对 我看到5号 15号 16号 三个姑娘的灯亮着 接下来小伙 到了你返选的阶段了 灭掉一盏 留下两盏 回到现场 掌声有请 5号 真好知 16号 花现子 有请两位 我将心爱努力 爱情爱啊 好想跟你谈恋爱 我走情歌 有你我愿意 接下来小伙 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 如果你在今天晚上 走出这个舞台之后 偶然之间买了一个彩票 第二天发现 中了500万 你会怎么办 哎呦 这个问题 挺奇怪啊 中了500万 恭喜两位 加起了1000万 我觉得要是 中了500万的话 我是直接买房子 然后再买车 再买房买车 对 如果说这么好的事呢 砸到了我的头上 这份幸运呢 属于了我 我感觉我会激动地晕倒 正好呢 加入了你们家 走进中仪式家呢 直接给我治疗 治疗心脏 然后呢 治疗好了以后呢 然后呢 我再合理地规划一下 这500万应该怎么花 她先通过这个500万 先让你爸你妈认识一下她 对吧 你看多聪明 然后呢 已经进到家里 都迷糊了 你爸你妈得抢救啊 抢救完了之后 四口儿坐一起 咱再商量商量 这500万咋花 哎呀你这个 这个思维方式太特别了啊 非常聪明 如果这样的好事 真是突然袭来的话 真正能以平常心应对的 它是好事 相信也一定会有人 承受不了这份惊喜 那反而就是坏事 所以小伙子 你这提出的 看似简单 实则深奥 他考验的 不是人如何 花掉这500万 考验的是你的人品 对 你人生价值在哪 对 对对 它的价值观 是吧 对 那好的 两个姑娘已经 回答完问题了 每个人都针对于500万 告诉你了 她是怎么支配的 接下来小伙 就要做出你的选择了 两个姑娘都很优秀 嗯 五秒钟倒数计时之后 走到你喜欢的女孩对面 好吧 来 大家一起来 五 四 三 二 一 我的决定是 再考虑考虑 但是王哥告诉你啊 我觉得你挺幸运 最后三个姑娘给你留灯 如果要是错过这个机会 下一次可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我知道 甚至我不知道今天谁陪你来的 想不想听听爸爸妈妈 给你点什么意见 是我哥哥 我的哥哥在这个第二现场吧 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吗 听听他们的意见 那来看一下第二现场的哥哥 哎呦 不少人呢 老弟啊 选那五号啊 我还有五号不错呀 咋的了 你俩还是老乡呢 余树的吧 老家是余树哦 都是余树的 余树光明 你家是余树哪儿的 老家是余树 恩玉那边 哦 你看还是老乡 你看 大家都没有关注到的细节 哥哥都关注到了 还都是老乡 你好好再想一下 大家伙再给点 给点鼓励哈 哦 在一起 在一起 对不起 我可能要辜负大家了 呃你是犹豫的是什么 呃年纪 哦好的来 谢谢两位姑娘